我們看這題目 用圖是以O為圓形 以E為半徑的圓 試求下一個小題 首先第一小題 試求圓內階正上有型ABC的面積 那麼為了解說方便 我們做這個圖 在這裡我們做 OP線段和AAB線段 垂直於P點 那麼這時候我們可以算 這個角 這角OAP 這時候呢 是角 這BAC的一半 寫著1 2分之1的角 BAC 那麼因為呢 三角形ABC 是正三角形 所以角BAC是60度 所以這等於2分之1 乘以60度 我們算出 這等於30度 所以 這時候我們看 枝角上有型OAP 那椅子 這個角是30度 那OA線段長呢 是1 這是椅子條件 所以 我們可以算AP線段長 那AP線段長 這等於 這等於 我們用1 去乘以 cos 30度 因此我們算出 這等於 1 乘以2分之3 這是2分之3 更號3 那麼 AB線段長呢 是AP線段長的兩倍 所以 AB線段長 是兩倍的AP線段長 那麼 2去乘以 2分之3 算出 這等於 更號3 因此呢 正三角形 ABC的邊長 為 更號3 那麼 我們要算 這 正三角形 ABC的面積 那麼我們寫 這所求 就是 就是等於 這是 4分之3 乘以 這正三角形 邊長的平方 也就是 更號3 取平方 所以呢 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 4分之3 更號3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 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 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是求 圓外切正三角形 DEF的面積 那麼 我們為了解說方便 我們將圖 畫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做 這OQ線段 與 DE線段 互相垂直 與Q點 那麼 以之 這 圓半徑呢 是1 在這裡標示 OQ線段 是1 那麼這時候 我們求這個角度 這是角 ODQ 那麼這個角呢 會是 角 EDF 的一半 所以是等於 2分之1的 角 EDF 是正三角形 是正三角形 因此呢 這角 EDF 是60度 所以呢 我們帶入 這等於2分之1 乘以60度 我們算出 這等於30度 那這時候我們看 這隻腳上的形 O DQ 這個角呢 這個角呢 是30度 那麼 這時候 我們說 這DQ線段長 分之 OQ線段長 我們起來這裡 這DQ線段長 分之 OQ線段長 是等於 Tangent 這個角度 所以是Tangent 30度 所以由這裡 我們得知 這DQ線段長 分之 OQ線段長 這是1 這等於 Tangent 30度 這是 根號3 分之1 因此呢 這DQ線段長 就是等於 根號3 那麼這時候 D1線段長 這是2倍的 DQ線段長 所以呢 我們算出 D1線段長 是等於 2 根號3 那麼 這是 正三角形 DEF 的邊長 所以呢 我們要求 三角形 DEF的面積 那我們就寫 所求 這是等於 4分之 根號3 乘以 邊長的平方 所以這是 2 根號3 取平方 那麼 我們得到 這是4分之 根號3 去乘以 2 根號3 取平方呢 我們會得到 這是12 所以4分之 根號3 3 乘以12 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 3 根號3 這個答案 因此在這裡 我們回答 第一小題 我們剛剛算出 這答案是 4分之 3 根號3 這個答案 那第二小題 我們在這裡算出 這答案是 3 根號3 這個答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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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